听说GPT现在屌炸天比人还聪明 今天我们来刁烂他一下 Let's go 我接下来要考察你的中文理解能力 我给你说一句话 你帮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可以吗 你好 当然可以 请告诉我那句话 我会帮你解释它的意思 第一句话 圣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谁都看不上 第二是谁都看不上 这句话使用了双重否定 来表达一个观点 圣女是中文中 用来描述那些到了一定年龄 但还未结婚的女性的词语 第一 这些女性对男性有很高的标准 所以觉得没有合适的对象 第二 男性可能也觉得这些女性 不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所以这句话主要表达的是 这些女性在选择伴侣时 遇到的双重困境 被他蒙对了啊 第二题 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这句话的意思是 夏天时根据天气的热度 你可以穿的尽量少 而在冬天因为寒冷物 你应该穿的尽量多 以保暖 这主要是强调 根据季节和天气的变化 适当的选择服装 第三句话是 单身的原因 以前是因为喜欢一个人 现在是因为喜欢一个人 可能是为了以前的单身 是因为对某一个人有情感 但未能与该人成为恋人 而现在是因为喜欢一个人 可能表示 现在选择单身 是因为喜欢自己 重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或是更加重视与自己的关系